乘个洋伞带墨镜 光是站着汗就流满地 太平洋高压发微 连续三天台北高温超过36度 19号更飙到38度C 这样的天气形态 还要持续到星期天才会趋缓 有一些热岛效应在 海陆风不容易调节 周日之前可能高温还是上海36 不排除有37 那未来在下周一开始 大概就是在35 36度 日本外海两个热带性低气压 预估近期就会发展成台风 但不影响台湾 反倒是菲律宾周围的热带扰动 需要密切观察 而天气一热 连带想刮痧解暑器的民众也跟着多 这边比左边比右边酸 头痛 然后会不舒服 肩颈紧绷 一般刮痧的角度 我们会跟皮肤呈现这个 30度到60度之间 轻轻地往下刮 医师提醒 刮痧并非越痛越有效 除了控制力道 像是皮肤有伤口 凝血困难的患者 还有喝醉酒 或是餐前餐后半小时内都不适合 如果最近特别疲惫 也要小心越刮身体越虚 大量运动之后 或者是这个过分饥饿以后 这样子的人气态虚 基本上刮痧并没有办法完全振奋 假设你基本水平太差的话 可能这样的刺激对我们是一个负担 刮完痧后避免吹风 多喝温水 尽量等痕迹完全消退后 再进行下一次 否则皮肤组织纤维化 气血不顺 还可能并发更严重疾病 大家今晚周杰许英豪特别报道 对不起